第15题,正男、妮妮小心用图中其中一把指尺来测量不同物体的长度 正男测量铅笔长度,得到正确测量结果为14.75公分 妮妮测量橡皮擦长度,得到正确测量结果为5.3公分 小新以指尺测量桌子长度,得到正确测量结果为45.8公分 试问正男,妮妮小心,是用下列哪个指尺来进行测量 这题在考我们,一个测量值的正确写法有数字的部分跟单位的部分 数字的部分有准确值跟估计值,而估计值是在最小单位以下一位 也就是我们会准确到最小单位,我们的x指尺的最小单位是公分 所以一个正确的测量结果,写出来类似这样的13.x公分 而这个x就是所谓的估计值最小单位以下一位 这个3在我们的公分的位置,就是所谓的最小单位 而如果我们利用的是y指尺,它的最小单位是公里0.1公分 所以写出来结果会类似13.xx 那么这个x呢,一样是所谓的估计值最小单位以下一位 而前面这个x就是所谓的最小单位,位在0.1公分公里的位置 那我们可以看到正确写出来的结果是14.75 就类似我们的y指尺写出来的结果 所以正确所用的指尺是y 而我们的妮妮跟小新,它写出来的是5.345.8 就类似我们这边所看到的x指尺的结果 所以小新跟妮妮对用的都是我们的x的指尺 所以第15题问我们说 试问正男妮妮小新 试用下列哪个指尺来进行测量 我们答案选的是B 正男使用y指尺 小新使用x指尺